Hello 大家好 我们来看108学测的单选第三题 这题只要注意到题目求的kmn是正整数 应该就不太会做错了 观察一下式子发现 2 4 8还有512 都可以因数分解乘2的次方 其中512是2的9次方 有很多人会背2的次方 这里建议可以背到2的10次方 这样可以减少很多考试的时候的计算时间 如果背不起来其实也没关系 只要会使用因数分解就可以了 整理式子的时候呢 我们将4换成2的2次方 8换成2的3次方 有指数率可以知道2的2次 再m次方是次方相乘 可以得到2的2m次方 同样道理 3次方再n次方是3n次方 底数相同的时候 相乘时次方会相加 最后比较左式跟右式的指数 我们可以得到k加2m加3n等于9 有了kmn的方程式以后 我们再来讨论kmn的值 这里有个小技巧 当我们在讨论类似像k加2m加3n等于9 这种方程式的解的个数的时候呢 如果从系数小的k开始讨论 会发现比较多不合的情形 例如k等于9或8或7或6或5的时候 m跟n都找不到对应的正整数 所以我们从系数最大的n开始 然后数字由大到小讨论 当n等于3的时候 m跟k都是0 因为题目有要求kmn是正整数 所以这个不合 当n等于2的时候 m只能等于1 然后得到k等于1 这是一组 当n等于1的时候呢 m可以等于2或1 当m等于2的时候 k等于2 m等于1的时候呢 k等于4 所以总共算一算 有三组kmn的解 有些人没有使用指数率 直接讨论kmn的值 也是可以把题目做出来 但这边还是建议 可以用指数率再做一次 两层使用指数率的习惯 这样遇到比较复杂的题目的时候呢 也会比较好处理